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趁最近熱烈的,快點做這個 紅咖喱鴨飯 之前有網友提議 除了青咖喱之外,他們很想知道 紅咖喱是怎樣做的 其實很簡單 先看看,首先我們有50克的紅咖喱糕 如果不是吃得那麼辣,減半就行了 有九層塔 還有一些小鴨,昨晚吃剩的 沒有小鴨,你可以用雞的 雞件、雞爺都可以,蝦人都可以 大腿的蝦又可以 然後,番茄 芒果、青瓜 4把ML的椰漿和麻菜 所以和蔬菜 現在已經沒有寫完那些材料 有些人會問,為什麼不用太過蚵 有些人問,為什麼不用太過蚵 先把蟹拌出來 粗糰就不要放進去 除非它的糰糰很柔的 我們洗一下 然後是番茄 你可以試一下我這個切番茄的方法 很快的 就是這樣 先打十字 然後再打十字 這樣就可以切到白塊出來 青瓜有半條 首先我們一開二 然後 我們再開二,再把蟹拌出來 青瓜的感覺比較爽 茄子 茄子會吸收汁 吸收得好些 但沒有那種爽的感覺 所以有點清爽的感覺 我們切到一條條 帶少許厚度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厚厚的 厚才有口感 連皮就可以了 沒所謂 因為咖喱已經是比較厚厚 厚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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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一點青瓜 和芒果蕃茄去中和一下 就會更好 然後還有蒜頭 輕輕壓爛就可以了 加少許芒果 是會把所有味道都弄出來 令它更加 有一點鮮甜 不會太辣 而且會更香 番茄也有這個作用 我們先把芒果一開二 然後在肉裡打格子 平時吃芒果都可以像我一樣 以前買芒果給別人也是這樣的 這樣打格子 然後 這樣一反出來便可以 光手正腳 麻煩一間既有可能有廣告的 你可以一邊欣賞美麗的廣告 好 芒果的貓貓掃背 或者去騎樓 逛逛廚房 呼吸一下 麻煩麻煩 麻煩麻煩 好 我們繼續回到這裏 搞定 我們有些芒果了 那些配菜就在這裏 好簡單 烤熱了鍋 也是這樣 放少許油 然後收慢火 我們爆一爆蒜頭 好 紅咖哩糕 這東西通街可以買 但每分超級市場都有 東南亞店舖 如果找到散倉 通常會更香 但會更辣 然後 我們把 50克的紅咖哩糕 放下去 慢慢爆 火不太大 慢慢爆香 放下去 開大一點 抽人的雞 它的味道會很厲害 但不爆不香 有時候 爆一爆它 然後 我們把那400克的椰奶 全部倒下去 基本上我不加水 不用加水 除非你想煮就煮 煮乾了 或是煮得太濃 再加水 煮沸 然後把它推開 令紅咖哩糕融化 剛剛你會看到 顏色會很漂亮 而且味道會走出來 現在已經很香 那你試一試味 看看它夠不夠鹹 等一下我們要調 紅咖哩糕本身都鹹鹹的 然後我們把煮沸 烹鴨和紅咖哩 片糖 有椰糖 放20克左右的片糖 再來試一試再試味 看看會有這些甜的甜 就OK 有一點甜味 才能評論辣味 然後把燒鴨放進去 我比較喜歡用燒鴨 燒鴨 尤其是過夜的燒鴨 味道就更加好吃 而且他們很配 燒鴨和紅咖哩很奇怪 很夾的 特別好吃 修完火 煮出來 把青瓜放進去 煮一下 很快 青瓜很快 不要太軟 太軟不好吃 有口感 雪櫃 可以找到小豆腐泡 隨便放進去 配菜上的選擇很自由 芽菜也可以放進去 好吃的芽菜 可以吸收汁 然後放芽菜 放少許芽菜 放進去 很快 然後慢慢煮 不要急 把芽菜煮熟 你會發現很快會融在醬汁裡面 然後 最後把番茄 放進去 番茄很重要 番茄和芒果是可以把味道扯出來 放進去 九層塔 放進去 九層塔 最後才放進去 放完九層塔 基本上就可以吃了 試一試味 看看可不夠鹹 帶甜 就可以了 我們放芒果 搞定 很簡單 一點都沒有難度 很簡單 用來配飯是最好的 麻煩 還沒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告訴我 分享給朋友 吃得很香 會太辣 可以調整 因為我自己 紅鴨鴨糕放少一點 就沒那麼辣 很簡單 現在還是有點熱 吃得很棒 家中可以煮大鍋 一家人吃 今天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謝謝